明尼蘇達州京縣美人魚,共有兩則報導。首先,我們先來看這則報導。 美國加州警方4月份獲報,有自稱美人魚的女子出現。據《舊金山記事報》報導。 San Francisco Chronicle,4月4日凌晨約3點左右時,位於洛杉磯與舊金山之間的福勒斯諾市湖邊,有位全身濕透的女子,僅穿一件黑色運動內衣,在湖邊公路遊蕩,並向一名路過的司機求助,希望能帶她去醫院。 院方於是通報警方處理。這名女子告訴警察,自己叫做喬安娜,是一隻住在湖裡的美人魚。 對於喬安娜的說法,警方第一時間就像你我一樣,完全無法相信呀,心想電影情節,美人魚傳說。怎麼可能真實上演呢? 警方形容女子年約30歲。中髮中眼,身高162公分,體重68公斤。雙腳腳趾疑似有蒲狀組織。但她面對警方種種提問,除了回答自己名字和居住地外。其他問題一概回答,不知道,行為怪異。 由於女子不願多談。警方目前將清查失蹤人口名單。希望能找到她的身份。並呼籲公眾協巡。 現在進入主題。據每日鏡報MIRROR報導。在明尼蘇達州拍攝的一個錄像。看起來顯示出一個。有著綠色的尾巴被放在單架上。據說這是一名澳大利亞遊客。在明尼蘇達州的一個。 湖邊的沙灘上拍攝的。但不知道確切的位置在何處。影片中可看到兩個穿著。黃色類似生化服的男子。走向一個湖。慢慢地從水中。拖出一個神秘的身影。一個處理神秘的美人魚般的生物。 另一個人打開著網。獨特的棋尾看起來像。迪斯尼電影中的東西。覆蓋著綠色的鳞片。當他們將這個生物放在岸上時。生物的外形線條清晰可見。當工作人員轉身面向。躲在岩石後面的拍攝者時。這四分鐘長的影片突然就結束了。 其實。從水中拉出美人魚的奇怪畫面。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。Mighty小編先前就有報導過。2015年。 一名男子在波蘭的一個湖邊。拍到有穿著生化服裝的人員。抬著一個半人半魚的生物。 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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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